对于目前正在监狱服刑的前首相纳吉 向联合国提交请愿书 要求释放他或重审SRC国际公司洗钱案 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东姑麦蒙今天强调 联邦法院早在去年驳回SRC上诉案终审 已经完成任务 因此纳吉要如何申诉是他的自由 我国司法机构不会受到影响 东姑麦蒙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 推介2023法律年时指出 纳吉申诉的管道已经超出我国司法体制的管辖范围 因此他不便置评 不过他认为纳吉要怎么做是他的权利 东姑麦蒙所带领的联邦法院五司 驳回纳吉的上诉申请 维持高庭裁决 纳吉需要入狱服刑 就在上个星期 纳吉通过律师向联合国提成请愿书 控诉五国政府任意拘留他 侵犯了他的基本人权 演员 relax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